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来说说汉匪冯学华 以往的案子一说汉匪谁谁谁 这案子一般都年代比较久远了 但今天咱们说的这一位 直到2019年才被抓获 那么到底这个人 干了一些什么威非作歹的事情呢 咱们得从17年说起 17年四川眉山修文镇的民警 接到了村民报案 说在自家果园里边 发现了一具女尸 这个消息让民警头皮发麻呀 因为不久之前 他们刚接到了一起失踪案报案 失踪者呢姓看 就外边一个门 里边一个勇敢的赶 这看某啊 当天正常去上班 按照往常下了班就回家吃饭休息呗 但这天呢 下班挺久了 家人还没见这看某回来 给看某打电话吧 也不接 家人着急啊 就到了看某工作的单位 可同事们说呀 看某早就下班回家了 家人生怕出什么事 赶紧报了警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四处寻找看某 但是一无所获 哎 这才过了几天呢 就发现了无名女尸了 自然而然的 警方把这两起案子就联系到了一起了 经过尸检和DNA检验 确认这果园中的女尸 这死者就是失踪的看某 哎 这就奇了怪了呀 发现尸体的这个地方 距离看某正常的下班的路线 有一定的距离 这果园周围也很偏僻 正常情况之下 没人过来呀 更重要的是 法医通过尸检 确定看某生前遭遇了性侵犯 头部遭到了严重的击打 这才丧的命 所以警方推测 罪犯不像是尸首把看某杀害的 而是故意杀人 那么是谁对他下次杀手呢 与此同时啊 民警在进行案情整理的时候 又得到了一个线索 距离休文镇不远 有一个白马镇 白马镇 最近也发生了一起女性失踪案 这回失踪的姓于 这于某的家人呢 一开始以为于某离家出走了呢 因为于某随身的物品 以及一些贵重的物件都见不着了 一开始啊 家人也着急 这是为什么呀 什么事啊 打电话吧 也打不通 更诡异的是什么呢 就在于某失去联系的当天 于某的女儿接到了一个电话 说于某会出去打工一段时间 暂时不想跟家人联系 那这电话谁打来的呢 是之前咱们刚刚提到的那位死者 看某打过来的 当时于某家人左思右想也想不明白 好端端的怎么就离家出走呢 也没闹什么别扭啊 于某的家人啊 只好找民警报案 以失踪来进行调查 看这于某去哪了 因为休文镇跟白马镇 离得也不远 两地的派出所之间呢 联系也挺密切 经常联合办案 休文镇发现了奸杀女尸案了 白马镇的民警 脑子一机灵 哎呦会不会这于某也遭遇不测了呢 毕竟之前给于某女儿打电话 那看某已经遇害了呀 很可能那电话是凶手拿看某的手机打的呀 可是这么大地价 去哪找于某去呀 警方决定啊 还是从于某的家里开始寻找 如果于某的确是被人害了 那么他就不是离家出走 他就不会主动的离开家太远 很可能从家里边能找到蛛丝马迹 还别说 在于某家这一查 真查出来重大线索了 于某家厨房 有一侧墙上 警方发现了一些斑点状的血迹 经过DNA检验 确认这些就是于某的 那很可能于某就是在自家被害的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于某大概率已经遭遇不测了 果不其然 随后警方啊 找来警犬 四处找寻 有警犬朝着一个枯井的位置 可就跑了过去 玩了命的吼叫 警方挪开了盖在枯井上的树枝 果然在这枯井里 有一具女尸 经过DNA检验 确认死者就是下落不明的于某 于某生前同样遭受了性侵 把经验提取出来进行DNA检测 性侵于某的和性侵看某的是同一个人 那么到底凶手是谁呢 在看某和于某失去联系的同一天 于某同村有一个中年人 叫冯学华也失踪了 还有村民呢提供线索 说这冯学华和失踪的看某 于某都有过矛盾 尤其八年之前 于某差点遭到冯学华的强奸 好在家里边有人把冯学华打跑了 这才免受其害 这件事当年在村子里边传的沸沸扬扬的 谁都知道这事 顺着这条线索 警方将冯学华锁定为了第一嫌疑人 随后呢 给冯学华家人也提取了血液样本 进行DNA比对 最终证实强奸看某和于某的人 就是冯学华 嫌疑人确定了 这还是在2017年 照理说 天网系统已经变天下了 现代化的行政科学技术手段 那是无比的丰富 无比的先进 要想找着他 这还不容易吗 还真是不容易 因为警方啊 没有冯学华的近照 就是没有最近拍的照片 最近的一张照片 还是20年前拍的 换句话来说吧 警方这回通缉啊 没有任何照片资料 想要依靠群众举报来获得线索 那就很困难了 毕竟一个人20年前跟20年后 这模样上变化是很大的呀 但有困难能怎么办呢 你得克服困难呐 梅山的警察们呢 开始出动 对冯学华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 进行追踪 大家都知道 四川山多 对吧 尤其梅山 到处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 好多是那种 没有人生活的深山老林 冯学华就是当地人呐 从小山里长大的呀 对山里边的情况很熟悉 并且具备很强的野外生存能力 他要是真一头扎进山里 你还真不好找他 深山沟里总会有一些荒废的农舍 他只要找到这种地方 也能遮风避雨 至于说吃的食物 嘿 山大了 什么能吃的没有啊 随后警方啊 也进行了走访 村民们都说 这冯学华呢 从小家里条件不好 加上他们家孩子多 所以啊 他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也就不重视了 养活了就得了 那从小到大 这冯学华都有哪些劣迹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通过走访 村民们也说 这冯学华呀 从小家庭条件也不好 孩子也多 所以父母呢 也不管他 小时候这冯学华 就偷鸡摸狗的 长大之后 嘿 更是顽劣不堪 村子里边 说谁家晒点腊肉腊茬的 只要一丢了 肯定想到的就是冯学华 家里边有什么值钱物件丢了 嘿 不用提 肯定是冯学华偷的 而且冯学华是个惯犯 他呢 确实偷到手法也很娴熟 大家都提防着他 哎 你就眼巴巴提防他啊 他也能在人眼皮子底下 把东西给顺走了 所以啊 村民们一看他远远的都绕着走啊 冯学华既然有这些能耐 那他躲在深山老林里 更不愁吃喝了 缺什么东西 林子里边找不着 那 从村民家里边顺点出来 轻而易举啊 再加上深山老林 也没摄像头啊 尽管有天网系统 天网也不往那放去呀 他 不缺食物 不缺水 那么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和社会来往 你就很难发现他 所以这场抓捕的难度 可想而知 这是敌在暗 我在明啊 如果说冯学华老老实实的在深山老林里待着 警方啊 可能还得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能找到他 但这冯学华呢 他也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主啊 总在林子里边待着 心里也空虚啊 看着自己这么长时间了 也没被警察找着呢 嘿 这冯学华呀 决定重出江湖 继续犯案 这算是挑衅警方啊 18年10月份 又有村民向警方报案了 在村子里的枯井里发现了一具尸体 经过调查死者 是这个村子的罗某 据罗某家人说 罗某当天出门的时候 骑了一辆摩托车 但在案发现场周围 没发现摩托车 罗某死后被抛尸的行为 这和之前咱们提过的 遇害的余某是很像的 经过调查 这罗某跟冯学华早些年 也有过小摩擦 所以警方立刻把这三起案件 进行了并案处理 警方通过分析发现 这三名死者 其实跟冯学华的关系都不是特别密切 虽然说是有矛盾吧 但也不是大矛盾 那就一点小摩擦 但这冯学华就把这三个人残忍杀害抛尸 可见冯学华这个人心眼有多小 这叫牙子必报啊 村民们毕竟熟悉冯学华的长相啊 既然照片没有尽照 那让村民们描述一下吧 请模拟画像专家进行画像吧 画完像就更新了通缉令的信息 希望群众啊 能够及时向警方提供线索 此时此刻 距离冯学华未罪潜逃 已经过去十个月了 冯学华还敢出来作案 但警方这边是一点进展也没有 不光人没抓着 还有新案子发生 警方的压力可想而知啊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一个小卖部的老板报警了 说有一个长得很像冯学华的人 去小卖部买东西了 这个人刚一走 这老板就赶紧报的警 警方接警之后迅速出动 但去了之后人早走远了 警官没抓着啊 不过还是让警方确定了 冯学华的大致活动范围 不至于漫无目的的四处大海捞针了呀 警方继续找 冯学华继续躲 躲来躲去见没事 又出来犯事来了 19年1月12号 乐山警方接到报案 报案人姓李 李女士报警说 自己遭到了强奸 当天晚上9点左右 李女士啊白天工作一天也累了 准备上床睡觉 听见门外边呢 有响动就想起床看看 他这还没起呢 门呢被人哐哐一脚就踹开了 进来一中年人 蓬头够面的 手里拿着一把斧子 老实点 别动 要不然老子马上砍死你 李某手无腹肌之力 一个女人家在家里边 见到眼前这一幕 整个人都吓傻了呀 他呢 闻到这中年人浑身上下 都带着酒气 喝多了酒的 那更容易冲动啊 于是啊 也不敢反抗 任人摆布 哪怕被人强奸了 也没敢反抗 这人强奸完之后 还不走呢 还威胁李女士给他钱 李女士说 我家里就五百块钱了 那人呢 倒也不嫌少啊 直接拿回来吧 李女士把钱就给他了 临走之前 这个中年人 无比嚣张的说了一句话 我告诉你 别报警 报警也没用 那群废物警察 根本抓不着我 我不是本地人 正是这句话 太狂妄了 这才让警方 把怀疑目标 锁定在了冯学华身上 此时此刻 距离冯学华逃亡 已经一年多了 对李女士体内残留的经验 进行了DNA比对 最终确定 犯案的人呢 正是冯学华 按照冯学华 目前的行动轨迹来看 大致的活动范围 就是眉山和乐山之间 他呢 多次变更活动地点 这就给警方抓捕 带来很大难度 但因为这案子影响太大了 这是个亡命之徒 逃跑的时候 还不消停点 还不停的作案呢 这给周边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带来太大的威胁了 警方啊 派出了150人组成的专案侦破小队 不分昼夜的 对冯学华进行搜捕 有时候 刚得着一点冯学华的消息 警方呢 就会第一时间 过去抓捕 但是大山里面 环境多差呀 一日三餐都保证不了 别说人了 连参与搜捕的警犬呢 后来都累得四腿发软 走不动了 但是冯学华不一样啊 他呢 就躲在那种荒废的农舍里边 有吃有喝 吃的喝的 那都是自己偷来的腊肉腊鸡的 警察不知道他在哪 大山里边四处奔走 冯学华 自己过得美着呢 尽管如此 警方啊 还是没有放弃 依然一天一天的 在深山老林里面 漫无目的的搜寻着 眼瞅着 这都跑了四百多天了 警察还没找着我呢 冯学华开始放松警惕了 越来越猖狂 他呀 是越来越看不上这些警察 真没用啊 你们这么没用 那我该出去 乐呵乐呵去了 这回冯学华又会做出哪一些最大恶极的事情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冯学华躲山里边见警察这么长时间也没逮着他 嘿 既然你们这么废物 那我该出去 乐呵乐呵了 2019年2月8号 乐呵呵 小乡有群众报案 发生了一起入室强奸案 这次的受害者是一个只有17岁的女孩 对受害者体内遗留经验 进行DNA检验之后 确定凶手就是冯学华 据受害者也就这个女孩子回忆 冯学华入门强奸的时候 一点也不慌张 反而非常的嚣张 就跟平时吃饭喝水似的那么稀松平常 事后还把这女孩家里的电瓶车骑走了 还拿了一件绿色的中厂款的女士莲帽羽绒服 也是啊 天冷了 她也得要棉袄啊 更匪夷所思的是什么呢 有村民看到通缉令之后说 我前不久见过这人 这人想搭我车 去赶集去 还有小卖部的老板说了 我见过他 他来我们店里啊 买过酒 买过花生 听到大伙的反应 警察这个气呀 你太挑衅了 啊 你怎么这么看不上我们呢 你就敢公然的赶集去 还敢去买酒买菜去 警方啊 气得一个嗑的都骂打街呀 但是冷静下来之后 对冯学华的活动轨迹 还是要进行一个细致的分析 最终把冯学华的位置锁定在了乐山白马镇附近 2019年2月15号 梅山警方 乐山警方 联合行动 对冯学华可能藏匿的山区 进行了包围 有不少热心群众 还自发组成了小队 对各个出入口 进行把守 希望能给这起案子的破获出一份力 警方啊 还用上了高科技了 用的热源跟踪侦测仪 能够迅速捕捉到生命体 根据现有的信息分析啊 警方推断 冯学华的生活物资也快用完了 估计很快 又该出来偷来了 本来啊 以为还得需要等几天呢 可没想到 2月16号傍晚 这冯学华露了头了 这天呢 白马镇某村的村主任 带着十几个村民 进行搜捕呢 避免冯学华 出现在自己的村子里边 大伙一商量 这冯学华要想偷 很可能会先找一个 没人的地方藏起来 等深经半夜 大伙都睡熟了 他再开始行动 于是呢 就对周围所有的废弃的房子进行检查 刚走到一处废弃屋子里边的时候 有一村民就瞅见呢 角落里边的一个柴垛 动了一下 他可不敢大意着 手里边拿着木头棒子呢 紧紧的握住这木棒 一边慢慢的靠近 一边招呼别人 快过来 这儿好像有个人 这一喊不要紧 冯学华呀 蹭冷一下 从这柴垛里边站起来了 手里边拿着一把美工刀 威胁这位村民 这村民也不怕 手里边有棍子呀 棍子比他那美工刀可长啊 啊 就是一棍子下去 打的这冯学华呀 差点站不住 正要反击呢 别的村民赶了过来 一共仨人 合起伙来 把这冯学华撂倒了 然后联系了警察 见到冯学华的时候 警方很兴奋啊 找你半天 总算找着了 但也担心 这是不是冯学华呀 因为没有他的近兆啊 没法确定 这就是冯学华呀 但是冯学华自己承认了 嘿 你承认了就行了 你不承认 那也得提取血液进行检测 对吧 DNA结果一出来 那不就都知道了吗 经过DNA技术检测 果不其然 这个人就是冯学华 老百姓都是拍手称号啊 好些个警察呀 都是喜极而泣 前前后后 找了他四百多天哪 总算是找着了 那这冯学华 接二连三的杀人强奸案 是怎么回事的 冯学华说呀 09年的时候 自己有一回喝多了 总想着强奸于某 喝完酒之后 嘿 一冲动我去吧 翻墙进了院 这才发现坏事了 不光于某在家 于某女儿也在家 哎呀 我要是光对付于某 或者光对付于某 他女儿都没问题 但是想对付他们俩 对付不了 俩人联起手来 把冯学华打的呀 就把他赶出去了 事后于某呢 虽然没报案 但是告诉同村的村民了 导致冯学华在村子里边 那是颜面扫地呀 大伙都知道这不是个好东西了 原本只知道他小偷小摸 现在好家伙 你还想强奸呢 后来 俩人又因为一点小事 起过口角 心仇旧恨一起算吧 直接痛下杀手 而至于看某 您还记得咱一开始说了吗 最早给于某女儿打电话的 就是看某 当时呢 是冯学华 强迫看某 给于某打个电话 威胁他 但是事后 担心呢 这看某直接跟警方说了实话 得了吧 你也别活了 就奸杀了看某 之后的几起案件呢 那就是想着强奸 供述完之后 这冯学华呀 是一心求死 甚至都不给自己辩解 就等着法院判他死刑 2019年11月29号下午 梅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冯学华案 因为涉嫌两年内 强奸五名女性 并杀死其中三人 这起案件 在19年的时候 受到网络很大的关注 开庭当天 一部分受害人的家属 早早的到了现场 法院认定 冯学华一系列犯罪 分别构成 故意杀人罪 抢劫罪 强奸罪 强制猥亵罪 盗窃罪 其中强奸对象 还有未成年人 这是从众处罚的情节 同时这冯学华 主观恶性深 反罪性质恶劣 犯罪手段残忍 后果极其严重 应该给予严惩 最终判决 恕罪并罚 执行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其实在庭审过程之中 冯学华的儿子也来到现场了 他是到场的唯一的冯学华的亲人 冯学华的儿子跟冯学华可不一样 他的儿子呀 踏踏实实 努力勤奋 在工作单位也受到了领导的赏识 正准备给升职加薪的时候 听说了冯学华的事 结果呀 冯学华的儿子不光没升职 反而还被开除了 也正因为他是冯学华的儿子 村子里边谁见着他 都会指指点点的 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 也没人给他说没 后来遇到了一个喜欢自己的女孩 但在女孩跟他表白之后 他拒绝了对方 他认为自己和母亲 就因为有这么一个父亲 走到哪儿都被人指指点点 如果这个女孩真的和我在一起 那么他得承受怎样的压力呀 冯学华的儿子打心里是恨冯学华的 庭审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场 冯学华的儿子认为这毕竟是亲爹 还是过来看他一眼吧 冯学华呢是一心求死 所以一审判决之后也没有提起上诉 不过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还是对他实施了法律援助 2020年12月21号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冯学华案做出二审刑事判决 但这次判决结果呢 并没有公开 但我们相信法律一定会对他做出最严厉的惩处 行了 冯学华为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案子呀 是一桩让警方都感觉非常为难 非常纠结的案件 怎么回事呢 2010年3月14号下午将近五点的时候吧 深圳市保安区新乡街道一个小区的业主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说他的妻子啊 突然在家里边昏迷了 医生呢 立刻赶到现场 等到了现场之后 发现报案人的妻子已经死亡了 因为当时这医生啊 感觉也有点不太对劲 所以呢 就报了警了 接到警情保安巡警大队的侦察员 也赶来现场 到了这家门 这么一了解情况 这一对夫妻呀 刚刚新婚不久 这死者呢 叫张丽 26岁 两个月之前才刚结婚的 技术人员首先呢 观察了一下 屋子里面的情况 看有没有什么打斗痕迹 破坏痕迹呀 发现屋子里边啊 物品摆放整齐 没有任何打斗痕迹 现场的门窗呢 也是完好无损 没有撬门的痕迹 也没有技术开锁的痕迹 死者呀 就羊脸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面 头部包括面部 瘀血肿胀是比较明显的 至于身体其他部分呢 就是两个膝盖部位 有一些很浅的表皮 剥脱的痕迹 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明显损伤了 赶紧跟死者的丈夫了解一下情况 死者的丈夫叫唐凯 他呢 还沉浸在妻子去世的这种悲痛之中 他就跟民警详细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他说呀 我呢 本来想和小丽打算下午去看电影 可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吧 他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之后就一直喊头疼 我就把他掺回了卧室 让他休息一会儿 到了差不多将近五点了 我在外边买了一个快餐回来吃 我在叫他起来吃饭的时候 我就发现小丽有点不对劲 就赶紧报了120 法医呢 对死者的手臂和膝盖的损伤 进行了初步看眼 发现所有伤口都处于前表损伤 基本特征啊 是符合摔倒倒地形成的 可是啊 法医跟当时来急救的医生 都共同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那就是死者的颈部 就脖子这块 还有面部有着大面积的红疹 这些红疹的出现 就让法医怀疑 死者死亡背后 是不是还有隐情啊 因为通常情况之下啊 机械性窒息死亡 也就是掐死的或者勒死的 面部的特征的很明显 就是面部脸部会淤血肿胀 会有出血点 这是机械性窒息的一个显著特点 当时法医看到死者第一眼 心里边就磕腾一下子 因为是很明显的有这种淤血肿胀了 难道死者是被人掐死的吗 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可是啊也没有发现外力造成机械性窒息的痕迹 通常情况之下 不管是勒死的还是掐死的 他得有勒痕或者是掐痕吧 没有 但是如果说是自然死亡 那么脖子这脸上出现的这红疹 又该怎么解释呢 法医呢 就询问死者的丈夫唐凯 唐凯就说 小丽这两天胃不舒服 吃过一些药 我想着她脸上那些疹子 是不是药物过敏呢 那么到底26岁的张丽 致死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难道真是猝死吗 法医啊心里边还是有疑虑 于是就向技术中队的中队长进行了汇报 队长呢 同样认为张丽的死亡非常蹊跷 于是又把这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 为了查明死因 相关的技术人员 包括法医啊 包括这技术中队的领导 都建议对尸体进行解剖 可是警方给出了解剖的建议之后 张丽的父母言辞拒绝了 张丽的父母说了 我们女婿唐凯 已经把孩子受伤猝死的经过 讲得明明白白的了 人死不能复生了 我们也难受啊 但是死者为大吧 我们呢 不希望他人都没了 尸体还受到打扰 警方呢 也跟死者的父母了解了一下这小两口的情况 死者父母就说呀 张丽呢 跟唐凯是2009年5月份通过网络认识的 俩人呢 就是网恋呗 后来感情还挺好 就谈婚论嫁了 为了爱情吧 张丽呢 放弃了在云南老家的工作 追随男朋友唐凯就来到深圳 事发两个月前 俩人才正式结婚 在张丽父母的眼里啊 唐凯是个好女婿 特别的孝顺 脾气好 对他们的女儿张丽 哪更好了啊 这好的都没法说了 平时张丽给家里打电话 也总是夸唐凯非常心疼的 所以张丽的父母才认为 女儿的死应该是个意外 不可能是被别人害死的 女婿这么好 并且这张丽刚来深圳 也没多长时间 别人吧 她也不认识啊 他们就对唐凯讲述的事发经过 深信不疑 因为死者家属拒绝尸检 警方你也没办法强行尸检呢 这可给警方出了一道难题了 不过警方啊 不会因为死者家属拒绝尸检 就放弃这个事件的继续侦查 警方就琢磨 哎呦这红疹究竟是怎么形成的 一定得弄清楚 他的死因是不是猝死 再一个呢 咱们也要考虑 会不会是医疗事故导致这种药物过敏 还有啊 会不会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这是最关键的 也就是说搞清楚这个事情 我们就能弄明白 他到底是自然死亡 还是别人故意杀害 保安警方决定 不查明死者的死因 绝不放弃对这起事件的调查 2010年6月份 在张力死亡原因 还没有明确的结论的情况之下 保安分局刑警大队就召集侦查技术人员 对这个事件的进行了分析研判 其中有一位副局长就明确的提出来 咱们呢 要本着对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专案组呢 就决定对事发之前张力和丈夫唐凯的活动轨迹 以及两人的社会关系情况展开调查 民警察看了死者家所在小区的监控录像 就证实了事发当天 唐凯的活动轨迹和唐凯本人对警方的陈述是吻合的 这小两口呢 社会关系也很简单 没有发现有什么情感纠葛 就比如说感情之外的第三者呀 这是没有的 那有没有可能夫妻之间是为了骗保呢 调查了一下 他们也没购买高额的人身意外保险 综合种种来分析 那唐凯没有作案动机呀 民警呢 又对唐凯的同学进行了走访 同学们也反应 说我们一块吃饭聚会的时候啊 能看出来 唐凯跟张力感情特别好 俩人可恩爱了 没事总在我们面前秀恩爱 在外围的走访调查之中 唐凯的邻居也说了 哎呦 虽然跟他们没那么熟吧 但是 也没听见他们俩有什么大的争吵啊 或者打斗之类的事情 那在调查他们的经济往来 没有经济上的问题 现在可就麻烦了 没有经济问题 没有感情矛盾 没有外来的矛盾 没有外来的问题 门窗是完好无损的 录像监控都没有问题 那会不会真的就是过敏或者猝死呢 尽管很多人心里边啊 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这方向了 认为很有可能就是猝死的 但是刑警大队的副主任法医叶雪松 他呢 始终怀疑张力的死绝不是意外 他反反复复的研究张力面部出现的这些红疹 发现所有的红疹都出现在颈部以上 颈部以下是没有的 这些特征完全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症状 保安分局的副局长胡迪胡局 也秉持着同样的看法 他这脖子上这红疹的体现啊 肯定是外力形成的 不像是自然死亡或者是猝死而形成的 警方啊 一方面得调查 另一方面还得不停的给死者家属做工作 耐心的说服他们 最终啊 家属终于同意了 警方可以对尸体进行解剖 法医呢 就对死者张力的尸体 进行了法医学解剖检查 结果呀 发现死者的口腔 咽喉部都没有损伤或者堵塞 颈部的皮下肌肉 包括舌骨也没有损伤的迹象 通常情况之下 如果是被掐死或者勒死 那肯定会有明显损伤的呀 可是 法医认为尽管如此 也不能彻底排除死者死于机械性窒息的可能 因为法医发现 尽管说啊 这咽喉部口腔部包括舌骨没有异常情况 但是内脏器官符合机械性窒息死亡的特点 接下来就得考虑一个问题了 张力的机械性死亡会是怎么造成的呢 咱们先来说说什么叫机械性窒息 通俗来说吧 勒住脖子或者是堵住这个呼吸的出口 就鼻子呀嘴呀 导致呼吸系统通道受到阻塞 造成通道功能障碍 这种外加的因素就称为机械性窒息 当叶法医看到尸检报告之后 更坚信了他对这个案子的判断 几个月之后 死者的病例分析报告 终于出来了 报告显示张力身体很健康 没有任何的重大疾病 也就初步排除了死者张力 因疾病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 造成缺氧窒息而死 不过为了慎重起见 当时呢还是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尽管如此 公安局还是没有放弃 先后多次组织 这次事件的分析研究会 还邀请到了全国知名的法医专家 以及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技术专家 多次对这起事件进行细致的分析 在分析会上啊 大伙的争议还是比较大的啊 如果是外力造成的窒息 张力身上没有抵抗伤 没有皮外伤 指甲之中也没有留下因为反抗而残留的凶手的皮屑 所以有一部分人就坚定认为这不是案件 这就是一次猝死事件啊 但是本着对生命对法律的敬畏 最终啊 公安局还是决定再次组织专家人员 勘察一遍现场 这次能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警方最终决定还是要对现场进行复刊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死者的死亡窒息 死亡特征是存在的 他们认为啊 这还是一起刑事案件 如果真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那显然就是他杀呀 那么会是谁干的呢 是怎么做到尸体上 看不出任何机械性窒息留下的痕迹的呢 如果是被别人害死的 那么死者的丈夫唐凯 他就有着最大的作案嫌疑 只要是杀人一定有作案动机啊 所以如果是他做的 那么在他日常活动当中 一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顺着这个思路 保安刑侦大队的领导带队 对这张力的家进行复刊 他们相信凶手作案的证据 肯定还在死者的房间里 同时民警还仔细回忆 事发的时候 唐凯曾经讲到了一个细节 唐凯说 当时妻子张力 在卫生间洗漱的时候摔倒了 受伤了 他把妻子扶到卧室床上休息 之后他一直在客厅里边上网 打发时间 那么他当时上了什么网啊 上了多长时间呢 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调查 是不是就能揭穿唐凯的谎言呢 民警提取了唐凯的笔记本电脑 对案发当天在电脑的上网记录进行查看 结果发现 案发那天下午 这台笔记本没有任何的上网记录 到底是唐凯自己把记录删除了 还是在撒谎呢 这个情况引起了警方注意 为了查明真相 民警把电脑送往相关的技术部门 哪怕是你删的 没关系啊 通过技术人员可以进行恢复 于是呢 把曾经浏览过的网页信息 全部进行了恢复 这时候有了意外发现 的确 笔记本电脑上有些数据被删除了 删除的内容啊 跟现场的疑点 还有着某种关联 3月14号也就是事发当天 有人曾经用这台电脑搜索了一个关键词 人不呼吸多久会死 用这个电脑查的啊 在网上查这个问题 不仅如此 之前还有人用这部电脑多次检索过 杀人窒息方面的信息 虽然是简短的一些关键字眼 但是啊 警方看到这些意识到 好 这起案子 不出意外 就是唐凯 专案组决定 再次约谈唐凯 民警就问唐凯 你发现你的妻子张力窒息之后 你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唐凯说 我当时就打了120急救电话 然后我就一直守在小李身边 直到救护车过来 那当天 你不是说你上网了吗 那你在网上都浏览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呃 应该 就是看了一些体育新闻之类的吧 具体的 我也记不清了 他对上网搜索过窒息相关信息的这个情况 是一个字也不提 专案组判断 唐凯这是在刻意隐瞒这搜索内容 他的作案嫌疑进一步上升 专案组最终经过周密部署 根据唐凯的经历 他的心理特征 知识背景 拟定了一份非常周全的审讯计划 所以说啊 审讯工作这也是一门科学 那么主审人就是深圳市公安局 保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大队长 警方手里面呢 除了刑事技术鉴定这个结论之外 另外的证据就是那份上网记录 这是一场心理博弈战啊 保安警方面对的 是一个受到过良好教育 个性非常内敛的犯罪嫌疑人 如何出示有效的证据 如何根据他的成长特点 和心理弱点来进行对话 这就非常重要 2011年6月5号下午 在摄像机的全程摄像之中 审讯工作正式开始了 面对民警的询问 唐凯表现得非常无辜 警方问他 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婆的根本死亡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再讲通俗一点 张力会告诉我们 他是怎么死的 这个不以你的意志为专一 对啊 是 这个我知道 就是说很多东西 你们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那你对这个问题 到底是怎么想的 怎么看的 关键是怎么做的呢 唐凯啊 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你自己可能认为已经风平浪静了 但是这15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可没有停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是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不然的话 也不可能 把我电脑拿过去那么久不还给我 对不对 肯定你们是有调查的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一个活生生的人 不可能就这么平白无辜的死去 死去之后 我们公安机关就有责任 有义务 要查清他的死因 对 面对警方的讯问 嫌疑人唐凯啊 依然抱有侥幸心理 但是后来警方出示了一部分证据之后 唐凯啊 心理防线还是崩溃了 最终他主动交代了杀害妻子张力的犯罪事实 一个新婚家庭啊 别人都认为是非常恩爱的一对小夫妻啊 为什么唐凯要杀害妻子呢 咱们呢 从他们认识开始说起 2009年5月份 夫妻俩不是在网络上认识了吗 并且相互就爱上了呗 几个月之后 张力已经考上公务员了 但是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 公务员不干了 毅然决然来到深圳和唐凯同居 2010年1月份两个人正式结婚 从网络世界走到现实世界 其实这对80后的小夫妻遇到了不少问题 俩人算是闪婚啊 之前没有过长时间在一起的这种经历啊 所以结婚之后两个人朝夕相处 性格矛盾可就显现出来了 唐凯呢比较内向内敛啊 很敦厚这么一人 而张力呢是比较泼辣的那么一个人 张力啊就发现唐凯和自己印象中啊 在网络上显得非常大气的 非常豪气的 那个大男人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上 他对唐凯更加失望了 就总嫌唐凯啊 挣得少 唐凯后来跟民警供述的时候说 他总跟我说 你怎么这么笨呢 他一直说我 然后就开始骂我爸妈 说我爸妈怎么怎么样 通常我俩吵架 他不光是动口 他还动手 有时候掐我 有时候扇我耳光 我跟他说你扇吧 如果你怒火能降低一点 我给你扇 你扇我五下十下没关系 我当时就是太溺爱了 我真的是太溺爱他了 在外人眼里啊 这小两口是甜蜜的 是喜悦的 是幸福的 但是在唐凯看来 自己这事钻进了一无底洞啊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他认为这段婚姻太不幸了 而他们其中 有一个经常会拿出来争执的小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他俩结婚别人不得随礼吗 这些礼金落入了婆家的口袋了 张力啊 就经常为这事跟唐凯大吵大闹 唐凯说 他什么下流话 什么脏话都能骂得出来 只要是个正常人 谁去骂他父母那样的话 我觉得这都是无法忍受的 唐凯受到过高等教育 他很想结束这段婚姻 但是张力呢 态度很坚决 别看我看不上你我还就是不离婚 俩人吵到火爆的时候 张力还曾经冲进厨房举着菜刀 威胁过唐凯 唐凯说 他甚至说过 你想要离婚 你想要离婚离了看 我马上跑到你老家去 把你爸妈给宰了 他那个人的性格 我很了解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走到头了 但我找不到解脱的办法 我就勉强维持着 2010年3月14号那天早上 唐凯呢 刚加班了一个通宵 回到家里蒙头就睡 一觉啊 睡到中午 本来呢 打算跟妻子去看电影 结果这张力又提起来结婚礼金的事了 又发一顿脾气 在洗手间里边啊 一边洗漱一边可就骂开街了 唐凯说呀 他还在那骂我爸妈 然后骂我全家 连他一开始认为 对他非常非常好的我奶奶 他都骂 唐凯啊 他的成长经历 其实有一点比较特殊的啊 他是从小被奶奶抚养长大的 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对奶奶的感情 比对父母的感情更深厚 张力骂奶奶的脏话 最终让唐凯 压抑不住心情了 冲到洗手间 推了一把张力 张力呢 就摔倒在地上 摔倒之后 那张力更是破口大骂 唐凯这时候啊 就再也不想听到妻子这些刺耳的话了 就用手捂住了妻子的嘴 几分钟之后 看张力没动弹 他呢 就把妻子抱起来 放到床上盖上被子 他就想着 让他休息一会就得了 其实当时张力已经晕倒了 唐凯忽然就觉得 他晕倒之后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他要是能够一直这样睡过去 那有多好啊 他就萌发了罪恶的念头 用湿纸巾 蒙住了他的嘴和鼻子 然后回到客厅 打开电脑 在网页之中输入 不呼吸多久会死 一直到了将近五点 他进去看的时候 把纸巾拿下来扔了 看到了这张力的脖子上 有很多血丝 这就打了急救电话 这唐凯啊 因为夫妻俩的愤怒啊 因为夫妻俩的矛盾 长时间呢 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排解 最终是由怨生恨 导致了这场无法挽回的悲剧 最终呢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被告人唐凯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我们说完这判决之后 可能有的听有啊 会表示不理解 为什么判这么轻 咱们来解释解释 第一个 在警方证据链 还没有那么完整的情况之下 唐凯啊 经过警方盘问 主动交代了杀害妻子的犯罪事实 根据法律 以及最高法的司法解释规定 这是可以被认定为自首的 那么自首 大家都知道 对吧 这是能够减轻处罚的情节之一 再一个呢 事发之后啊 被告人唐凯 也主动的向被害人张力的家属 进行了赔偿 赔偿了将近七十万 而被害人的父母 也就是张力的父母 在法庭上也说 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女儿 这个脾气 这个性格 而女婿唐凯呢 他们也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们表示了对唐凯的谅解 被告人唐凯在法庭上 也是非常的后悔 痛哭流涕 对张力父母表示了深深的歉意 所以综合几方面的情况 一个是自首 一个是最关键的被害人家属的谅解 一个是主动的赔偿 才有了这样一个最终的判决结果 相信这个案子听完之后 咱们的听友啊 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应该会不太一致啊 可能有的呢 会更倾向于张力一点 有的呢 会更倾向于唐凯一点 没关系 大家都可以在咱们节目下面啊 留言 好好的来聊聊 您对这起案件的一些想法 咱们今天呢 来说说坝州离奇绑架案 河北坝州市盛方镇 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古镇了 并且我对这地方可熟了啊 因为跟我的老家 河北省文安县是紧挨着的 咱们今天说的这事 就发生在盛方镇 2012年1月8号 盛方镇派出所 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报案人说呀 他们家遭遇了绑架案 被绑架的这人叫王武 这王武啊 在当年是盛方镇出了名的 风水大师 专门啊 给人看建筑布局啊 给人看看坟啊 这些年呢 口碑越来越好 所以挣了不少钱 在盛方都成了远近闻名的 有钱人了 自从12年1月7号下午出门之后 这王武啊 就没回家 家人着急的都不行了 到处找 也没找着 可是第二天早上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就说呀 你家老头被我绑了 准备20万 两天之后交钱 要不然就撕票 还没等这王武的家人反应过来呢 电话就挂断了 这家人这才着急忙慌的报了警 警方呢 决定先进行秘密调查 首先呢 调取了王家附近多处监控 找到了王武失踪的最后的画面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1月7号下午4点左右 王武呢 从家里边离开了 手里边拿着一圆形的东西 让家人认认吧 这是什么呀 经过辨认 这是一个罗盘 风水先生啊 出去这罗盘 这算是必备的工作道具啊 那拿着罗盘出去 应该是去谁家看风水了吧 于是警方呢 就问王武的妻子啊 他这拿着罗盘出去 是给人看风水吗 王武的妻子呢 回答的莫棱两可的 难道说当妻子的 不知道丈夫出门干什么去了 这一戏打听 确实王武的妻子啊 是有困惑 他呢 拿出来一块 记录了文字的小板子 这些年呢 王武啊 养成了一习惯 看风水的时候 接触的人很杂呀 所以每回出门看风水 都会在那小白板上 写上地点 写上联系人电话 可就是失踪的这一天 一月七号这一天 什么也没写 这是很反常的 看着那个样子 拿着罗盘出去的 像是看风水 但那板子上 什么都没写 又不像是 去给人看风水了 王武的妻子 怎么也想不明白 所以回答不上来 警方的问询 警方呢 把关注点 又回到绑架案的细节上来 首先发现 这绑匪打来的电话 很奇怪 要二十万赎金 可是没讲清楚交易地点呢 那怎么就把电话给挂了呢 这绑匪也太着急了吧 你都没告诉人 把钱送哪儿去 你怎么拿着钱呢 随后警方调查这个号码 并没有实名登记 所以也不知道 是谁打的这电话 打过来这个电话以后啊 这个号码就一直是关机状态了 当时电话里边说 两天以后是最后期限 但是眼瞅着 两天可就到了 到了最后期限了 怎么这绑匪没接着打电话呢 绑匪记性不好 把这事给忘了 该吃吃该喝喝去了 那不可能呢 所以这起绑架案呢 处处透着古怪 就在王家人急得都不行的时候 又一个报警电话打进来了 说出了大事了 有村民呢 在盛方镇 一处很偏僻的垃圾堆里边 发现了一句无头难尸 哎呀 这绑架案还没着落呢 这又出现命案了 盛方镇派出所的民警啊 头都大了 咱就一小镇 怎么最近出这么大事啊 警方觉得这两起案子 可能存在着关联 在现场啊 就看见这尸体啊 是用床单包着的 只有躯干部位 没有头 然后呢 被装在一个麻袋里 就扔这垃圾堆里了 看这尸体吧 有多处刀伤 应该是被刺身亡的 不过很显然 这儿是抛尸地点 这儿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而除了装尸体的袋子之外 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物证 这死者也没头颅 所以也不知道 死者长什么模样 法医啊 对死者的尸体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化验分析 认为死者的死亡时间 应该是一月七号傍晚 这个时间点 跟王武失踪的时间点 是相符合的呀 那么这具无头男尸 会不会就是失踪的王武呢 警方找来王武的女儿 让他帮着辨认一下尸体穿的衣服 还有这衣服上边的一些配饰 女儿一眼就看出来了 说这是我爸的衣服 面对这个情况 警方就进行了一个大胆的推断 为什么绑匪没有在约定的时间 打来电话继续交易呢 应该是发生了什么重大意外 最终选择终止交易 并且杀害王武 当然了 要想确定这无头男尸是不是王武 光凭衣服还不行 不严谨 最直接的手段是DNA检验 可是啊 在当时啊 这DNA对比要出结果 得需要七天 这七天时间之内 警方不能什么都不干吧 就在这硬等吧 所以啊 其他方向的侦破工作 还在继续当中 又过了一天 这案子又出岔头了 王武的妻子啊 现在是悲愤交加呀 怎么出钱那么一会儿啊 就让人给绑了 怎么一转眼还让人给杀了 脑袋都没给留下 都没给留个全尸啊 就在这时候 王武的妻子又接到了绑匪的电话了 王武妻子拿过电话来这么一听 我在他们车里呢 这声音太熟悉了呀 说的是啊 我在他们的车里呢 王武的妻子啊 当时都愣住了 你 你不是 专业给 不是 那 你在哪儿呢 这时候啊 绑匪在那边说话了 赶紧的啊 准备二十万的书金 并且说完这句话之后 还让王武又接着说了一句 老夫老妻的了 自然能认出来是不是丈夫的声音呢 明显它就是王武的声音呢 那就是说 王武没死 还活着 王武的妻子赶紧把这情况告诉给了警方 警方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是又庆幸 又纳闷啊 这怎么回事啊 之前 其实已经基本认定死者就是王武了 因为王武女儿啊 认定那死者的衣服就是父亲王武穿的衣服 虽然说DNA数据还没出来吧 但警方已经顺着这个方向继续侦破了 怎么过了一天 已经死了的王武 又活了呢 那会不会是有人冒充王武的声音呢 于是警方啊 把这个猜测 就跟王武的妻子沟通了一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还不认得他的声音吗 王武的妻子 坚决的就否定了这个推测 都是王武说的 我敢打包票 我百分之百的肯定 得亏啊 王武的妻子 当时在打来电话的时候 开了电话录音了 那么现在只能来分析这段录音了 或许能找到蛛丝马迹 专家呀 来回来去的反复的听 确实找到可疑之处了 电话录音 背景音是很嘈杂的 可是一到王武说话的时候 就很空旷 那么技术专家就分析 很可能是绑匪 放了一段王武的录音 并不是王武当时说话的声音 那警方的分析 准确不准确呢 王武到底死没死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技术专家就分析啊 这通话里面 王武的声音是提前录制好的 然后跟王武妻子通话的时候 放录音混淆视听呢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你早点别杀人不就完了吗 警方现在啊 更加认为这王武凶多吉少了 就在这时候 王匪又打来电话了 要进行交易 在电话里面呢 王匪说了一个地名 要求王武的妻子 把二十万现金 装入一个白色的袋子 并且要搭乘出租车 去这个地点 这是抓住嫌疑人的好机会啊 警方呢迅速布控 找来了一辆出租车 让刑警队长假装这出租车的司机 带着王武的妻子去目的地 为了再次确认人质是不是安全 警方呢就跟王武的妻子说 你啊跟绑匪要求 要听一下你丈夫的声音 绑匪再打过来电话的时候 王武的妻子就说了 我现在啊 得听一下我丈夫的声音 王武的妻子一提要求 电话那头的绑匪啊 愣了一下 随后 果断取消交易 挂断了电话 这个举动更加能够说明 王武可能早就遇害了 电话里的声音 很可能就是提前录制的 可是就在这时候 又有消息传过来了 就在绑匪取消交易之后的 第二天晚上 有三个人亲眼看到王武出现 咱们不已经基本确定死了吗 咱们又又活过来了 当天晚上啊 王武家附近有一烧烤店 这是眼俩在那经营着 开烧烤店的这眼俩呀 和旁边煤甲店的老板娘 都亲眼看见王武 从不远的地方走了过去 尤其烧烤店的老板说了 那绝对是王武 这老板说了 王武跟咱们哪 多少年的邻居了 天天他黑了出门 经过这烧烤店 逗得大老远的 跟咱们会回手打个招呼 海天黑了呢 也是一样 所以呀 肯定不会错 还都是王武 难道说 王武真没死 还脱离险境 回家了 可是 当天晚上 王家人 没等着王武啊 那被三个目击者 看到的男的 最终消失在夜色里 他到底去哪了 是不是王武 如果王武没死 为什么不回家 如果他没死 那无头男尸是谁 谜团啊 太多了 还是得等DNA呀 七天以后 警方等待的结果 终于出来了 根据DNA鉴定结果 无头男尸 就是王武 死亡时间 就是1月7号 晚上7点左右 也就是说 王武在失踪的 当天晚上 就被人杀死了 那么 电话里 王武的声音 必然就是提前录制好的 三个目击者 看到的那个王武 必然是有人假扮的 这事情进展到这儿 警方是越来越迷糊啊 这时候啊 又有人提了出来 咱们呢 还是不能忘记 那个关键的物证 咱们得好好的研究研究 什么物证呢 就咱们之前提过的 那块记录着 王武形成的 那小白板 那小白板上显示 1月2号 就在霸州 1月3号去了熊县啊 就霸州旁边 现在的熊安新区 1月4号去了永青 也在霸州旁边 1月5号去到了 我的老家文安县 1月6号去到了天津 可是 1月7号 是空白的 没写 为什么 王武没写呢 突然啊 民警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小白板上 其他记录的地点 都是距离王武家 比较远的 如果说 7号当天 他只是在家附近 给人看看风水 是不是就不用记录了呢 也就是说 很可能 来回来去 就一会儿的功夫 没必要记下来 这个想法一提出来 整个办案思路就开阔了 于是警方 以王家为核心 半径一公里 划定了一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之内 进行重点排查 因为王武已经死亡了 并且还被人肢解 抛尸 所以凶手作案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个隐蔽空间的 不可能说想情博日 大街上就开始杀人分尸 对吧 于是这次排查重点 就放在了周边闲置的空房子 闲置的仓库 包括一些地下室等等 很快就有线索了 附近的有一处居民楼 这居民楼的住户 就反映了一件怪事 说在案发那几天的大半夜 听见地下室 传出来叮叮咚咚咚的声音 这处地下室 很久之前就废弃了 常年都锁着门 可是那几个晚上 无缘无故的传出声音来 于是警方决定 对这个地下室进行调查 打开旧的不行的大铁门 地下室里边这个黑呀 确实很久没人住过了 地板上啊 墙上啊 到处都是蜘蛛网 那灰尘呢 都老厚了 是又阴又冷又潮湿 民警呢 打着手电筒 一点点的往前走 突然一面墙上 就献出来一道暗红色的痕迹 紧接着地面上 也有一些斑斑点点的痕迹 在不远处的墙角那儿 还有一把带血的锯子 经过痕迹物证人员检测 岸斑也就地上那斑斑点点的 就是人血 而且经过DNA检测 这就是亡武的血迹 这间阴暗的地下室 很可能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那么谁最有可能作案呢 那就看看这地下室的主人是谁呗 这一查 查出来了 地下室的主人呢 叫李鸿路 42岁 盛方镇本地人 根据亲友们确认 这李鸿路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无缘无故的为什么失踪啊 明显是畏罪潜逃啊 1月28号 在案发21天之后 李鸿路被警方捉纳归案 到案之后啊 很快就承认了犯罪事实 他说呀 因为自己炒黄金期货 亏了不少 想着干一票绑架勒索的买卖 这么着 就把目标锁定在了王武身上 因为王武出名啊 有名的风水大师啊 给人看个坟看个房的 都收好多钱 他家肯定是富裕 1月7号下午 他呢 就请王武说去家里测测风水 把他骗到了地下室 用事先准备好的铁锤 一下子就把王武制服了 然后就绑了起来 先录制好了王武的几段语音 干嘛呢 就是为了之后勒索用 接着心狠手辣的杀死了王武 还把王武的头颅和身体 分开抛尸 可就在第二次准备交易的时候 王武的妻子突然提出来要和王武对话 人质都死了 他没法对话啊 李鸿路只能终止了交易 不过呀 李鸿路呢 还是抱着侥幸心理 他认为呢 警方不可能知道王武死了 我这事啊 干得天衣无缝的 他就穿着从王武身上 拔下来的衣服 在家附近呢 转悠了几圈 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其他人看看 王武还在胜方呢 这是为了第三次索要赎金 有那么多目击证人都看见王武了 他呢 就想着我再找他妻子要钱的时候 应该就不怀疑了吧 嘿 什么叫欲盖弥彰啊 这更让警方怀疑了 这案子呀 在一波三折之后 终于是水落石出 而这远近闻名的风水大师啊 怎么也没算到啊 自己出去给人看个风水 竟然就被人残忍的杀害了 最终李鸿路被依法判处死刑 行了 这个案子为您讲到这 更多内容 下期节目再会